两人第一次表现能得到几分就留给社民来做评论 第一点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是旅展第二天 碰上假日一早场外呢就挤满了民众大牌长龙要来抢好康 而场内呢也有阿基斯现身站台 现场情况我们要联系给记者古厅告诉我们 好 这主播今天是旅展第二天的碰上假日 主办单位是预估呢会有超过九万人来抢便宜抢好康 而一大早呢在饭店餐圈之间也是非常热闹 并且是请到了阿基斯来站台宣传叫卖拉台买气 让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画面 阿基斯一出场果然吸引买气 很多民众呢就是冲着阿基斯特地第一摊就来这边买餐卷 因为呢餐卷是下沙六三折很多人呢都说买到赚到 而其实呢像是日系饭店的下午茶餐卷原价是三千四百多块 现在也特价两千七百多块 甚至呢有民众呢是一次就买了五十套总共是花了十三万八千元 业者就预估说呢因为很多人都是帮家人或者是之后过年党期来做准备 所以一次买个六七套到十套以上都很常见 预估这四天下来呢总营业额会冲到两千五百万至三千万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另外呢也有饭店呢是推双人下午茶有六九折餐卷 同样也很受欢迎他们要把握这个周末的假期呢 吸引民众来刺激买气 以上是现场这一情形将时间还给棚内 加拿大一架飞机起飞 遇上七轮报告